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韦庭 荷兰国防部日前声称 荷兰军机在东海执行联合国任务时 被中国军机不安全接近 中国国防部11号回应指 荷兰所言颠倒黑白 实际上 荷兰军机在东海侵权挑衅 被解放军驱离 荷兰军机为何不远万里 跑到东海侵权挑衅 近年来以美方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 频繁炒作中国舰机不安全接近 荷兰为何要加入其中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亚太的军事小动作 中国如何反制应对 俄媒报道 在有高超音速导弹的俄军舰艇 已抵达古巴 美方密切监视 俄军机将在加勒比海域进行的演习 将给美国造成多大威胁 共和党议员要求拜登政府 立刻作出回应 美方会如何行动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军事专家 王明志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荷兰国防部今日声称 有两架中国战斗机 和一架中国直升机 在东海国际空域 接近荷兰海军 特罗姆普号护卫舰 舰载直升机 造成不安全局势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张小刚11日做出回应 称何方所言颠倒黑白 其侵权行径欲盖弥彰 发言人指出 荷兰海军特罗姆普号 护卫舰舰载直升机 为上海以东侵权挑衅 东部战区采取语音警告 起飞战机等方式予以外逼驱离 完全合法合理 全程专业规范 制造不安全的恰恰是 和方而不是中方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已向其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正告何方 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 侵权挑衅必遭中方坚决反制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王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荷兰的国防部是说 当时荷兰的一艘护卫舰 在东海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队 对朝鲜制裁决议的监督任务时 舰载机就被中国军机不安全接近了 中国国防部回应说 荷兰所言是颠倒黑白的 这起事件您都有什么样的细节留意 我感觉到在这个中间 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加以认真的关注 第一个就是河南方面 它实际上是假借执行联合国任务为目的 这样一个借口 实际上是到我们的管辖的区域进行挑衅 在这个中间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进行活动的时候 之前的一周的时间 其实河南的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 到这个地方来执行相应的 所谓的打着这个联合国任务这个旗号 为借口 在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 采取这样的一些行动 实际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而且挑衅的意味是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是打着执行联合国任务的这个旗号 为借口来挑战中国主权 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这个目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它活动这个区域在中国的管辖区域 而且贴近一个敏感的区域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上海 在这个区域 我们知道上海的地位非常特殊 在中国的这个东部的经济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心 在这个区域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河南方面对它的海空兵力 不加以认真的这种严肃的这种约束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海空兵力 在这个地方 擅自的采取了一些这个行动 实际上就是挑战中国的这个主权 那么它这个行动是严重的危害了 这个中国的主权 在中国的管辖的这个空域里面 中国的军队采取相应的行动 实际上是合理合法的 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第三一个 中国的军队采取的这样的这种 管控的这个行动 实际上是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国际惯例的 对它已经采取了相应的语音警告 同时起飞相应的军机 对可疑的目标进行查证 这都是符合这个国际惯例的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和荷兰方面实际上是倒打一耙 在污蔑和歪曲中国军队的这个行动 应该看到 我们在这个海空这个行动中间 在管控我们这个相应的 这个区域的过程中间 我们的处置行动 完全都是非常的专业的 也是非常规范的 荷兰军舰军机不远万里 跑到东海来 这背后的真实意图 您怎么来解读呢 我感觉到它这样的这个行动 既有军事上的这个目的 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动机 从军事上的目的看 我感觉到应该有两个方面的这个目的 第一个 它想通过这样的一些侵权挑衅行动 实际上来测试 我们的一些空防系统的反应速度 它这种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侵权挑衅 来刺激我们的空防系统 来看看我们军队 在这个海边防的这个区域 是如何进行处置的 或者处置的速度怎么样 这是一种测试 在这个过程中间来看我们 在进行处置的过程的时候 它的一些流程 方法 行动的一些手段 具体使用的兵力情况 实际上它是在有一种探底的 这样一种这个行动 第二个方面呢 实际上它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进行一些电子侦查 获取一些非常关键的电子情报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外方的军机 包括军舰在这地方进行活动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飞机和军舰这个上面 都有相应的一些电子侦查设备 它就是想通过相应的 请权的这种刺激和挑衅的这个行动 来刺激我们的空防系统 做出相应的这个反应 在这过程中间呢 它想通过来这个电子侦查 来获取有关类似于雷达呀 通信系统啊 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技术参数 回去进行相应的分析 在这个中间来掌握有关的电子序列 这是它进行这个 这个这样的侵权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军事目的 一个是试探 一个就是刺探 另外一个就是获取电子侦查的这个情报 而且这种行动是抵近侦查 它获得的这种情报呢 对它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价值的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目的 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种行动就是带有明显的这个政治背景 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在这个地方这个打着这个所谓 执行联合国任务这个旗号 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进行活动的时候 就是想通过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 和在这个区域执行联合国任务 这样一个借口 来挑战中国主权 体现它所谓在这个区域的这种军事存在 看到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说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频繁炒作中国舰机不安全接近 荷兰现在为什么要加入 这个针对中国的小群体呢 在这个中间呢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在背后是一个推手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它在全球的很多地方 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 侵害别国主权的这种行动 同时它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间 为了降低它的这种战略风险 降低它的这种军事风险 以及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经济的成本 它通常情况下并不自己单干 它要拉着一群小兄弟 跟它一块采取这样的这种行动 类似于像这种打群架 这个拉一个小团体这种形式 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这种非法的这种活动 在这一次行动过程中间 它把一些这个盟国轮番的 这个拉到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区域 进行相应的请权 比方说穿越台湾海峡 还有此前在南海地区的 这样一些请权行动 以及在这个东海这地方的行动 都可以看到在背后的这种动作 美国有的非常深厚的这种动机 这就是它在大国竞争战略背景之下 想利用这样一种这个行动 来不断地去牵制消耗中国的战略力量 转移中国在主要方向的战略主义力 这是美国的一个动机 正是因为在有美国这样一种 在背后的这个推手 这样的一些这种域外的这个国家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国家 打着所谓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这个比较正当的这种行动 实际上在背后追求的 美国所要达到的某种政治目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它想显示自己在这个区域的 这种这个存在 特别是一些这个域外的这些国家 往往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行动 显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 所谓的这种政治地位 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 进行活动的时候 它可以在它的团体中间 彰显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军事存在 和它的这种重要的这种地位 这是它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想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博弈的过程中间分一杯羹 也就是在美西方的这个团体 这个中间想谋求 它的某种政治和军事地位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 和这个区域的相关的 一些这个方面 在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 获得某种政治经济 或者说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些好处 综合这几方面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现在有许多的国家 就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在这些比较敏感的区域 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 实际上我们都能够有效地 进行掌握在中国的加东口 他们这样一些小动作 我感觉到翻不起什么大浪 另外呢美国和日本7到18号 在东海水域进行英勇盾牌 2024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 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和日本的初云号航母打击群 都参与其中 有分析说这次演习 从时间地点还有科目的设置来看 针对性都很强 您怎么来观察 美日演习是在针对谁呢 美国的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 实际上在传统上 它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 此前呢叫这个太平洋战区 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背景下 是由它来进行组织 这样的这种这个演习 当然背后是由美国国防部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因此呢这种地域特征决定了 实际上它在这个地方 就是针对中国在这个地区 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个国家 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系列动作 就是瞄准着中国 只不过以前 主要是以美军这样的 单独来组织这样的这个活动 我们需要加以认真的关注的 就是这个演习的这个层次 这个演习的层次 是一个野战训练演习 因此它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演习的内容 实际上是成的比较低的 它并不是一个这种 类似于像一个战略层次的 这样一个演习 它是通过一个计算机模拟 来展示某种这样的这个能力 或者说检验某种这个能力 因为这是野战的战术演习 它是在具体的战术行动过程 这个中间 因此它是比较实的一个演习 因此这种演习 不仅它的内容是比较敏感 而且它是一个 具有一个实操性质的这种演习 危害性更大 这一次把日本这个拉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 是有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图谋 因为这个英勇盾牌 2024这样的一个演习 作为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种高端战争的这个演习 它是体现了美国在这个区域的 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推出的 这种新的作战概念 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带有野战 士兵的战术训练的这个演习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美军在总体程序上 有一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概念 这是美军整体上针对这种大国竞争 这种高端战争设计的一个新型的作战概念 海军有一个海上分布式的作战概念 海军陆战队有它的一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陆军有一个多域战的概念 空军就是美国的空军 还有一个敏捷战斗使用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些概念在这个区域如何来进行这个使用 它实际上就通过英勇盾牌2024这样一个演习 在这个地方在具体的实施的层面 针对某种特定的这个背景 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区域 把这些新的作战概念来具体的这个下沉落地 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行动 实际上的指向性是非常这个明确的 就是指向了这个中国 而且把跟中国在这个东海海洋权益中间 有比较这个大的这种争议 以及在日本的这种 在它的战略转型过程中间 看待中国的这种观念发生变化 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把日本拉进来 显然有它这种特殊的含义 没错 看到有分析指出说 英勇盾牌一直是美军的内部演习 今年首次邀请了日本 而且是深度的参与 这背后的意图您怎么解读 我们需要看到 日本和原来英勇盾牌2024所举行的演习的 这种相对的关系位置 我们把地图摆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这个 把日本拉进来 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考虑的 原来在这个 英勇盾牌2024这个框架中间 主要是美军的 它是一个野战的 士兵的一个这种演习 检验它的一些这个概念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 美军的这些概念 实际上它都是针对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不管它是陆军的概念 还是海军的概念 海军陆战队或者空军的概念 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这个基地 那么这个基地中间的 意岛链中间的日本 对于美国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盟国 因此日本的基地对于美军来讲 推行这些作战概念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所以日本加入到这个 英勇盾牌2024演习过程中间 对于日本来讲 它可以在它的所谓的这个 联盟体系中间提高 它自身的这种这个地位 日本可以借着 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上 把它的所谓的地位提高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 把日本拉进来 实际上它可以获得一个 更大的一个基地的这种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在这个 在这个海上这个区域 日本在这个海上区域 它在这一块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环菲律宾海 原来它进行这个演习的区域 主要是在关岛 在马里亚拉群岛这一块 所以这一次的演习 我们可以看到 它把日本拉进来以后 是形成一个 环菲律宾海的这样一个基地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以看到它这样凭借着 菲律宾海周围的这样一个基地体系 眼睛是盯着台海 作战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把日本拉进来以后呢 它实际上它的基地的这个范围 可以进一步的扩大 因为在这个区域中间 菲律宾海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域 南北的这样的这个距离 可以到2900千米 东西的这个距离 人到2400千米 总面积100万平方千米 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区域 之所以把日本拉进来 就像借着日本的基地体系 瞄着将来针对着这个台海 可能发生的这个冲突 做一些基地上的这个布局 同时呢把日本拉进来以后呢 跟日本之间在有关的战术 技术与程序这个方面 做一个对接 形成一个美日联合作战的 这样一种态势 那么在您的分析 针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动作 中国应该如何反制应对呢 我感觉到可以从三方面来入手 第一个是政治上坚决反对 战略上藐视 战术上加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在这个区域 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这个地方呢 是中国的 在中国的这个管辖的这个区域里面 特别是他们主要是瞄准着台湾 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这个内政 任何外国势力 无权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去指手画脚 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干涉 所以我们的政治上的立场 是非常这个坚定的 外国人无权 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 这个问题上 这个外部的势力向干预台湾问题 我们是坚决的这个反对的 这一点是非常的明确的 第二呢 在战略上我们对他们是藐视的 在中国的家门口 这些外部势力想要翻起大浪来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现在中国 不管在国际地位 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的这种这个影响力 都进一步的这个扩大 在中国的家门口 这些外国的这些这个势力 想在这个地方 闹出什么大的这个风浪来 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们的阴谋也得逞不了 所以我们战略上的定力 实际上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的 那么在这个战术这个层面 实际上我们又要对它加以高度重视 因为在战术层面 实际上在这个最后的推手中间 美国人有一系列的新的这个概念 特别会利用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技术 这些技术呢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种武装冲突中间 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这个应用 它不断的有些新的作战概念 在进行推出来 那么这些作战概念 到底会发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认真的加以研究 找到确实有效的对付它的一些这个办法 所以总的一个应对 就是政治上坚决反对 战略上我们藐视它 但是战术上具体的行动层面 我们就要加以认真的这个对待 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俄媒报道 俄罗斯军舰已抵达古巴 美方密切追踪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来 俄媒报道 载有高超音速导弹的俄军军舰 已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据俄媒今日俄罗斯10号报道 俄军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 护卫舰已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舰上运载了高超音速导弹 这艘军舰于6月12号至17号 访问古巴首都哈瓦那 举行海空协同演习 古巴官员表示 本次到访古巴的俄军舰艇 共有4艘 除了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外 还包括喀山号核潜艇 帕申号舰队游轮 以及尼古拉齐克尔号打捞船 喀山号核潜艇上载有 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 美媒称这是俄罗斯五年来 首次在西半球举行海空协同演习 美国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俄军潜艇已经有30年 为携带核武器在加勒比海域活动 他表示俄军到访古巴 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 要求拜登立即做出回应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 这也是俄罗斯将近五年以来 首次在西半球进行海空协同演习 一共有四艘俄军舰艇抵达了古巴 俄军派出的舰艇规模 您怎么来观察呢 应该说这一次的 触动军舰的规模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就一艘大型的护卫舰 一艘核潜艇 两艘辅助船 就这样的一个力量的组成 总的来讲规模不算是一个很大 一个海军的一个分潜队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 在现在这种特殊的 这个时间背景之下 采取这样的一种行动 主要是向外释放一些信号 那么这四艘舰船 实际上可以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构成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小的一个作战体系 总之显示了这个俄罗斯海军 在目前仍然具有相当的这个实力 主要是向外部释放 某种政治上的这个信号 这样一支这个分潜队的这个行动 在作战方面 它可以执行一些 这个基本的作战任务 但是现在的这个海军力量 进行作战有一个非常重要 也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 就是自空权 那么没有自空权呢 实际上自海权是很难 得到的 因此这次访问中间 主要的展示的是 它的海军力量 特别是一个大型的呼卫舰上 可以挂载着另外的 就是搭载着另外的 这样的这种比较先进的 一种突击武器 这种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向潜在的对手 发出某种这个信号 同时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这个结构 也告诉这个对手 它并不是来真正的 跟它作战的 某种程度上 这是向外发出一种 政治上的外交上的这个信号 是一种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的 一种特殊的形式 我们看到俄军的舰艇上 是携带了告示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巡航导弹的 俄军这次在加勒比海的演习内容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觉到它主要想达到的这个目的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现在的特殊背景之下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俄乌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俄罗斯开辟了哈尔科夫方向的 这样的这个战线 同时美西方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众神的目标 已经放开了 在许多方面限制条件 都进一步的这个放松了 因此乌克兰使用美西方援助的武器 对于俄罗斯的众神目标 进行了相应的打击 在这种博弈的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派出它的军舰到加勒比海 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种 访问和演习的活动 就是向外界在释放一种信号 俄罗斯在这种 跟美西方的博弈过程中间 转变了斗争的这种思路 我们可以把它这种行为 视之为一种战略腾罗 并不是在这个俄乌这种战场上 跟美西方进行这种正面的交锋 也不是在欧洲和北约 进行正面的军事交流 这个俄罗斯按照这个 普京的这个总统的这个说法 是开辟了另外一个不对称的 这样一种回应的这个方式 这就是普京总统所说的 不对称回应的直接的表现 就是要腾罗在另外一个方向 采取了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 所以这是这个俄罗斯 同美西方进行斗争过程中间 在战略上进行腾罗的 一种表现形式 俄罗斯在跟美西方斗争过程中间 在求新 在求变 这是它的第一个释放的这个信号 第二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号 就是传递出来 俄罗斯在现在虽然面临着俄乌冲突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但俄罗斯仍然能够进行远洋的 这种海上力量的投送 这是它要向外释放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 并没有这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俄罗斯被困在了这种俄乌战场上 它仍然可以在这种美国的后院 加勒比海区域 投送它的远洋作战能力 而且这种作战能力中间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作战力量 所以向外发出的信号 俄罗斯并不是像美西方想象的那样 在俄乌冲突中间衰落下去了 展现它仍然有能力跟美西方进行较量 第三个呢 也是回应了这种乌克兰反复的向外表示的 就是它对黑海舰队进行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知道海军力量中间 这个黑海舰队只是俄罗斯海军力量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乌克兰使用美西方提供的这个武器 包括它自己的一些反舰的这个武器 以及一些无人挺的这样的装备 对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的的确确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种损失 但是俄罗斯整体的这个海军力量 仍然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 这一次这个行动就是想展现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虽然这个黑海舰队遭受了一定的这个损失 但是俄罗斯仍然可以在这个海军力量中间 拿出一部分这个力量进行这样的这个相应行动 所以表明黑海舰队的这种损失 对于俄罗斯海军的整体力量来讲的话 没有产生那种这种决定性的这种影响 还看到美国共和党的议员呢是表示说 俄军的潜艇到加勒比海活动威胁到了美国安全 他要求拜登政府要立即做出回应 您分析美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呢 俄罗斯的这个海军的这一次这个访问 是和平时期的一种访问 海军作为国家力量的这个象征 到外面进行这个访问 到其他国家进行访问 这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形式 那么只是这种在这种特殊的这个条件之下 特别是军舰上带有这种比较有很强大 突击能力的武器 让美国人感到非常的这个不爽 访问的这个区域就是加勒比海区域 美国人视为这个后援 所以这样的行动 让美国的一些政客感到了这个非常的这个不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这个议员和政府之间 他们实际上表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者之间经常会唱一些双谎 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国会的议员 做了这样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表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政府方面实际上 他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 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层面 他清醒地看到 俄罗斯这一次这个行动 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军事和外交的 这样的这个行动 是某种程度上展示他的力量 并不是来跟美国人进行这个打仗的 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上 是在淡化这种影响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表态 一唱一和这样一种这个形式 也是想向俄罗斯发出某种信号 通过这样一个信号来抵消俄罗斯 在这一次海军远洋访问的这个过程 这个中间 把他的可能产生的一些政治影响力 会抵消掉 在目前情况条件之下 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大背景之下 这个美国人也并不是真正地想在这个战场上 跟俄罗斯进行这个交锋 毕竟这两个核大国 他们正面进行交锋的话 对于世界来讲 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好这个现象 但是你来我往的这种这个交锋 特别是暗地里这种交锋 会会经常的 而且会持续的进行下去 即使没有俄乌冲突 这种交锋 也是持续的这个存在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这种这个表态 我感觉到作为议员来讲的话 他这种这个比较极端的 或者说比较偏激的这种表态 实际上符合议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份 但是政府的 美国政府的这个表态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一定的这种约束的 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 某种程度上是综合了这个议员的 这样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 在正常的这个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种这个访问的这个活动 我感觉到不至于会引发 美俄之间的这种正面的冲突 所以这也就是议员的这种表态而已 好的 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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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